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记点个赞哦 大家好 我是Kevin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可能有的同学如果经常听我们的公开课的话 可能也上过我的课 那我和数据应用学院合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那我主要是做数据结构算法这方面的一些首课 那其实也做一些DE的Data Engineering的一些首课 那包括这个Hadoop啊 包括MapReduce啊Spark啊 还有这个Spark Streaming啊这一些的首课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Spark OK 那Spark呢首先呢 它是这个Apaq的一个顶级的开源项目 它是一个快速的通用的这个大规模数据处理的一个引擎 那谈到Spark的这个History呢是在2009年一帮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MP LAMP的一些学生 以及他们的导师一起研究的 然后主要是专注于这个数据应用大数据应用程序的一些领域 然后在Spark其实在Spark单身之前Hadoop和MapReduce已经广泛的运用于大数据存储以及大数据计算的领域了 那MapReduce是在2003年就已经就已经有一篇paper出来了Google的一篇paper 那这个MapReduce是在2005年的一篇paper 那实际上在Spark出的单身之前 这两个已经是非常广泛的用了 但是我们知道MapReduce有一些不足 那一会我们也会谈到这个MapReduce和Spark的一些比较 所以在起初的时候Spark的目标是要去打造一个这个全新的更加快速的优化的 能够迭代处理数据的这么一个框架 然后与此同时呢 他们需要想保留这个Hadoop MapReduce的一些可扩展性和容错的能力 实际上这个Hadoop MapReduce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这个分布式系统的存储以及计算 它很好的去解决了第一个是分布式 第二个是这种协同合作 对吧 你的这个分布式系统中间的协同合作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可扩展性以及它的容错性 那他们在设计Spark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借用于Hadoop MapReduce的这些优点 然后在此基础上能够去运用于机器学习和交互式数据的一些分析 那在第一篇论文呢 这个Spark的第一篇论文的名字叫做Spark 这个Cluster Computing with Working Set 那这篇paper发表于2010年的6月 那在同一年呢Spark成为了BSD许可下面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在2013年6月份 那这个Spark在Apaq Foundation的这个帮助下进入了这个孵化的状态 在一年之后也就2014年的2月份 差不多半年之后吧 2014年的2月份就被确定为Apaq的一个顶级项目之一了 所以你可以看见从2010年到2014年变成Apaq顶级项目的时间 大概就四年的时间非常快 从它的一个雏形到它的这个开源项目 到整个项目的一个成型 就大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那现在呢这个Apaq就是 这个Spark就是Apaq的一个顶级的一个项目了 OK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Spark的一个生态的环境 那其实很多很多这个大数据处理平台 都有它自己的生态环境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Hadoop 对吧 那Spark呢 它是以这个低延时 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它的低延时的这个表现出色的表现了 那成为这个Hadoop MapReduce之后的一个新的大数据框架平台 以Spark为核心的整个生态圈呢 你可以看见在最底层 它是属于一个存储的 一个存储的 那它可以非常好的无缝的去连接 刚才我们讲到的Hadoop的HDFS 叫做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就是Hadoop自己的一个分布式的文件存储系统 或者呢你可以去整合亚马逊的 亚马逊的这个S3 或者是一个叫做Messos的 这么一些大数据的存储的一些平台 然后或者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存储系统 比如这个HBase 那这个是它的最底层 那上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资源的管理系统 那资源管理系统你其实可以非常好理解 就是当你分布式系统的时候 你不止一台机器 你有非常多台的机器 那你非常多台机器 你如何去协同合作 那你就需要这么一个资源管理系统来控制 对吧 那也有很多现成的资源管理系统 那Spark也非常好的和这些现成的资源管理系统呢 能够无缝的去连接 比如说你可以去采用这个YARN 一个比较popular的YARN的一种集群资源管理的模式 或者是这种Messos也提供这种资源管理模式 那或者呢Spark自带的 它自己也有一个独立的运行模式 或者叫做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本地的运行模式 叫做sudo distributed这种resource management 就相当于可以在本地去运行 但是它是采用了一种分布式的一种理念 在你本地去运行 那Spark也带着一个standalone的这种运行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resource的这个management 它也可以它自己有 或者它可以无缝的去和一些现成的成熟的 这个资源管理系统无缝的去连接 然后再往上层呢 那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那在Spark大数据处理的框架中呢 Spark为上层的各种这种应用提供服务 比如说这个Spark的SQL 那这个Spark SQL呢 提供了类似于SQL的查询服务 那我相信如果同学们对这个DE或者DS感兴趣的话 SQL是必须必考的一个项目之一 是必须会的一个技能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熟悉 那Spark呢 它也提供了一个分布式的SQL的一个查询服务 那在Hadoop的生态系统里头 它也有一个类似的叫做Hive 对吧 我们可能听说过叫做Hive query language HQL Hive query language 那这个是Hadoop自己的 那我们的Spark的性能 Spark SQL的性能呢 比Hive大概快30到50倍 所以它可以 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要比Hive要快30到50倍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模块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模块 这个ML Library 那你从这个缩写的中间 你就大概可以看出来了 ML或者是什么意思 Machine Learning 对吗 那这个Library呢 提供了机器学习的一些服务 那这里头的机器学习 也提供了很多线程的一些Library 可以帮助你去完成分布式的一种计算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GraphX 那GraphX呢提供了一种 这个图形计算的一种服务 对吧 那还有这个Spark的一个Streaming 那就是这种 当你需要对数据的实时性 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时候 那就我们可以去用这种 Streaming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Facebook 它也有一种 类似于Spark的Streaming 就是这个卡夫卡 对吧 那么他们可以把这种数据流 分解成一个一个很小的 一个数据段 然后进行一些批处理计算 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 以及运行的速度 那这个是Spark提供的另外一个模块 那这边值得提一下的是说 不管是你的Spark SQL 还是你的Streaming 还是你的GraphX 还是你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他们都可以去使用 Spark的一些核心的API 所以任何的一个Framework 它都会有一个底层的API 那这些上层的这些运用 都可以去调用Spark 和内部的核心的API 那这些方法呢 他们几乎是通用的 几乎是通用的 一会儿我们也会来看到 它的这些方法是几乎通用的 所以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你数据 你会有数据作为input 你会有你的结果作为output 那你处理数据的这些input output的很多情况下 是可以共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可以去共享的 去共享的 也就相当于我们是 你从Hadoop里面进来的 比如说你通过streaming 进来的这种文件 我可以直接送到你的Spark SQL里头 或者是直接送到你的 这个Machine Learning Library里面 去进行计算 或者是你Spark SQL出来的结果 我也可以送到Machine Learning 的Library里面 去进行计算 所以它的这些数据 格式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你的这个学习成本 以及你这个数据 无缝连接 对吧 可以很大的提高 你整个系统设计的一个灵活性 所以你可以看见 整个的Spark的生态系统 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而且因为它的核心的API 大家可以共用 所以它的学习的成本 是相对而言较低的 你只要学习了 它的核心的call API 那你如果你有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知识 你可以很方便的 去调用Machine Learning的Library 如果你有一些这种 图形计算的一些知识 那你也可以去很方便的 去使用Spark来进行 分布式的图形计算 那这个是Spark的一些优点 那好 那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Hadoop 对吧 那Spark它是 这个想来替代Hadoop的 或者不能讲替代Hadoop 它是想来和这个Hadoop中间的 MapReduce来进行一个比较 来竞争的 所以呢 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Spark 和Hadoop里面 尤其是Hadoop里面的 这个MapReduce 我们单独拿出来比较一下 他们俩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 那实际上 Hadoop它包括 Hadoop它也是一个生态环境 那Hadoop里面呢 它包括计算框架 它包括 首先它包括这个文件存储系统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那叫做HDFS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然后同时 它也包含它自己的一个计算框架 它的计算框架 就是MapReduce 那可能同学们听说过 这个MR就是MapReduce 那如果更广泛的说呢 Hadoop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Hbase Hive 那这一些 那也都属于Hadoop的一个生态环境 那Spark呢 刚才讲了 是属于这个MapReduce的一个替代方案 而且它兼容了HDFS 以及Hive 这些分布式的存储层 然后它可以很好的融合到HDFS 这个Hadoop的一个生态系统里面去 然后来弥补这个MapReduce的一些不足 那我们来看一下Spark和Hadoop 尤其是MapReduce 在数据处理的时候 它有哪些区别 或者换句话说 Spark在分布式存储的时候 比这个MapReduce有哪些优势 那首先是这个中间结果的输出 你可以看见 这两幅图感觉好像非常非常像 但你可以看见这一片 我是画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这边我是画的一个内存条的一个图形 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见大概的区别了 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基于MapReduce的这个计算引擎啊 通常会将中间结果输出到硬盘上 输出到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的硬盘上 然后在硬盘上进行存储以及容错 然后你可以看见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step 那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stage 它相当于一个管道一样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当它输出一个任务的这种管道衔接的 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那当我的每一个stage做完了之后 它会把它结果写到我的硬盘上面 然后这个写到硬盘上的这个文件呢 在作为输出 在作为输入送到下一个管道中间 来进行下一步的计算 就是下一个stage的计算 所以你可以看见 它是非常依赖于底层的文件系统 或者是这种HDFS 它来存储每一个stage的一种输出结果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计算机里面啊 CPU是最快的 其次是内存条 然后最慢的实际上是硬盘 对吧 那你可以看见 它这边有大量的IO操作 input output操作 所以它的速度是有一个瓶颈在那儿的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Spark 那Spark的运行方式和Hadoop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它采用的是一种 叫做有向的无环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DAG 有向的directed无环 而cycling图形的一个运行计划 就相当于是 你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 第三步要做什么 第四步要做什么 是一个数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图 但是它这个图里头是没有环的 你不可能说是第一步做这个 第二步做 第一步做A 第二步做B 第三步再做A 再回到A 那这是一个有环的 那它呢是一个无环的 它就一路做下去 那它在每一个stage之间呢 它是作为一个串联 或者是并行计算 你的stage和stage之间 它可以是串联 或者是并行计算 它不需要将这个 每一个stage的这些中间结果 输出到HDFS上面 它的这种结果 直接存储在内存里面 直接是存储在内存里面 只有当你最终需要输出结果的时候 最终最终的那一步的时候 它才会将结果输出到你想要的地方去 才会把这个结果存储到你的 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 所以它中间过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的中间过程 全部都是保存在内存里面 而没有一个IO的操作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区别 所以Spark一般情况下 要比Hadoop要快个 我不说1000倍吧 但是几十倍到100倍 那还是有的 它的速度是处理起来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不同 Hadoop和Spark 其他还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在MapReduce 它的这种处理文件的方式 我们把它叫做 schema on read的一种处理方式 实际上就是 你的文件格式进来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取决于你的开发者 你如何去读这个文件 对吗 你可能这个文件有格式 可能文件没有格式 你可以去自己转化这个格式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依赖于开发者 所以这个叫做schema on read 你在read的时候 我才去分析 你这个文件的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时候 它会有比较大的开销 因为你在read进来的时候 我要来分析你的schema是什么 会有比较大的开销 那Spark呢 那它就灵活的多 它可以读一个 没有任何schema的一个 纯文本的文件 它可以读进来 它也可以读一个 事先定义好的 predefined的一个文件格式 那你就相当于 你是一个是一个word文档 一个是读一个excel 那excel里面 它是有一个schema的 那读excel的时间 肯定要比读一个普通文档 那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它在处理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种 大家共用的一种分布式的数据集 我们把它叫做RDD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 是一种弹性的 分布式的一个数据集 那这个是Hadoop里面 一个最最抽象的一个数据集 那以后我们也会来讲到 那用这个RDD来进行这个存储 那RDD就是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 它支持呢 很多种操作 它比如说它支持一种叫做粗力度 的操作 也支持一个细力度的操作 那什么是粗力度 什么是细力度 那主要就是说 你的粗力度啊 就相当于是说 我在程序运行之前 我在程序运行之前 就首先把你的资源分配 全部都分配好了 你比如说你需要10台机器 你每台机器需要50G的内存 你需要多少多少的硬盘 我在运行之前 我就把你所有的资源 全部都调录好了 然后分配给你去使用 那当你的所有任务 全部都运行结束之后 我才统一的回收我的资源 对吧 比如说你一共有10台机器 其中9台机器运行好了 第10台机器还没有运行好 那这个时候 我那台9台的机器的资源 其实我还没有办法回收 只有当你10台机器 全部都做完了之后 我才一起去回收 那这样的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做就是 如果我知道你事先的 这种资源的需求量 我可以这种定下来 我可以来做一个 这种叫我们load balance 式的东西 对吗 我可以把你的资源分配的 一个更加平均一些 那我的这个机器 大家一起去 我要尽量尽可能的保证 机器同时开始 机器同时运行结束 那这个时候 我的在资源 在运行过程中间 我资源 我不需要再浪费太多的时间 在这个资源调度和分配上面 那这个是一个粗力度操作 那当然你事先需要知道 你的数据的存储格式 你需要知道你的数据的存储的位置 在哪台机器上 那这是粗力度 那同时呢 Spark它也支持细力度操作 就相当于 我可以动态的来分配我的资源 并且我的这个计算 可以精确到每一条记录上面 每一条record上面 那Spark这个方面是比较灵活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Spark的特性是可以控制数据 在不同的cluster 或者我们叫做不同的节点上面 进行一些分区 那一会我们会看到 MapReduce中间的一些例子 它是如何来进行分区的 那Spark它可以 用户可以自定义 来选择你的分区方式 比如说你希望这条数据 传输到这台cluster上面 那这一系列的数据 都传输到这一系列的 这一个cluster上面 你可以自动的 你可以自定义的去选择一个分区 那这个就是叫做Map 那它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 类似于Hashtable的一种分区方式 来进行处理的 OK 那在这些呢 那这个是在数据的存储格式上 Spark和Hadoop的一些 一些不同 然后另外呢 它在这个执行的策略上 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那在MapReduce里面呢 数据它会有一个shuffle的过程 它会有个shuffle 那在shuffle之前呢 Hadoop的这个MapReduce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进行一个排序 进行排序 所以你得到这个Hadoop的这个结果的时候 它的结果就全部都是排好序的 根据这个key value pair 它会根据你的key来进行一个排序 所以它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排序 那Spark呢就减轻了这方面的一些开销 它没有这个排序 然后另外一个呢 Spark中间的这个shuffle 它都需要shuffle shuffle例子就是说 你数据在计算机网络中间 进行一些传输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因为首先你的数据啊 是一种分布式存储的 首先你的数据是分布式存储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是我 亚马逊过去一年的销售记录 你想想看亚马逊过去一年的销售记录 那它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庞大 它的数据肯定是分布在 我们随便说 比如说它的数据分布在100台机器上 对吧 100台机器上 那你这一台机器上分布着 一部分的这个销售记录 那那台机器上分布着一系列 一部分的这个销售记录 OK 那我现在想去做一件事情 我想知道过去一年 亚马逊什么产品 它被销售的是最畅销的产品 哪些产品被卖的最好 那你就可想而知 我现在实际上要做的是一个 aggregation的操作 对吗 我要去做一个aggregation 我要去做一个summary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必须知道全局的数据 我才能出来 我知道一个局部的数据 我只能算出来 这个局部的这个里面 这台机器上面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 那台机器上面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 但并不表示我 这个是我亚马逊去年一年最畅销的产品 我必须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得到一起 然后再进行一个整合 再进行一个计算 对吗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会有这个数据在计算机网络中间传输 我必须把某一部分的数据全部都汇集到一台机器上面 然后去进行一个计算 对吗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家电类的产品 那我要把所有家电类的产品 全部都shackle到其中的一台机器去进行一个计算 那这个是我的这个服装类的产品 我要把服装类的产品全部都汇集到我的一台机器上面去 然后进行计算 然后这样子我才能够得出我想要的答案来 对吗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大量的在计算机网络中间的一些数据传输 那这个就是一个shuffle的过程 那Spark的任务呢 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情景都需要来排序 甚至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步骤 它都需要来进行一个这个执行 因为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啊 在做Spark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内存中间去计算 但是我对我的中间结果实际上 我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我只需要我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只需要 比如说我可能只需要一些example example结果就可以了 那我就我就我就点一个example结果 我并不需要你全部都计算出来 我只需要一个example结果 那在Hadoop里面的执行操作的时候 他必须把这些计算全部都计算完 他才能够他才能够得出一个答案 那我的Spark我只要有一个结果 他就返回 我的我的这个任务就可以不要进行下去了 所以这方面他在执行的策略上 他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看见Spark和Hadoop Spark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的 所以那这个就是Spark在比这个MapReduce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那并不是表示 那当然了现在呢 Spark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要远远高于MapReduce 但是并不表示着MapReduce就一点市场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呢 你可以你可以想象Spark 他所有的计算全部都是在内存里头的 所以他对内存的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的数据特别特别大 而你的Cluster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这么大的数据的话 那你还是得用MapReduce 因为MapReduce它是一种硬盘式的 只要你硬盘够大就可以 对吧 他可以把一部分的中间结果 他是计算一部分写在硬盘上 计算一部分写在硬盘上 他是边计算边写边计算边写 所以他对内存的要求会小很多 所以当你的数据如果是特别特别大 你想做那种批处理 你不太care时间 但是你需要做这种批处理 那我们还是会去选择MapReduce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下班的时候 我们会kick off一个MapReduce的这个job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就有结果了 对吧 那这个数据量处理数据的这个数据量 MapReduce要比这个Spark要大得多 只不过他的运行速度会慢一些 那这个呢 主要是Spark和这个Haltoop的一些区别 好 那这个 那我们刚才那这幅图就可以看见 这个Spark和Haltoop的比较 我刚才说了差不多100倍 对吗 我们相同的一个数据量 然后这个相同的数据量 100个GB的数据量 都在100个Node上面去 Clust上面去跑 那他差不多是100多倍 所以这个在Memory上面的计算 比较远远的要快于在银海上的计算 好 那Spark既然有这些优点了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去用到Spark 但你其实可以看见Spark的用处非常非常广泛 那从最低益最基本的一个叫做ETL Extract Transform和Load Operations中间 我们可以去用使用Spark 那如果说你要想去用实时的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Spark 它有一种Streaming的方式 对吧 Spark Streaming的方式 那你可以去使用 那你在这种提供Query的时候 或者是Realization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Spark的SQL 对吧 当你去做这种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这个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那你去做这个Real Time Event Processing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使用这个 这个Streaming的东西 对吧 你这种Graph的时候 你去可以用Spark的GraphX 等等等等 那在很多机器学习 甚至深度学习 我们都可以去使用Spark 那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到了Spark和PySpark 有什么区别 那Spark呢 它是一个Framework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Framework 它提供很多语言的支持 比如说它提供Scalar 比如说它提供Python 比如说它也有一些 这种R的Library可以去使用 那PySpark就是说Python 基于Spark的一种语言 对吧 那它其实 它只不过是我用Python 去实现了一个Spark的语言 那你也有Scalar 对吧 Python和Scalar 那我也可以去使用Scalar去写 那这个是Spark和PySpark的区别 相当于是PySpark 是Python 用Python语言去实现了一个Spark 然后在Python里面 我提供了很多的Library 提供了很多的Library 去模拟 不能讲模拟了 去实现Spark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是Spark和PySpark的一些区别 OK 那我们再往下 那我们刚才讲到分布式系统 那其实分布式系统有很多种 那最最简单的分布式系统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子 我有一个Masternode 相当于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这个中心的一个 处理的一个机器 一个Master 然后这个Master呢 它会来分 它会来调度你所有的其他的Cluster 你其他的机器 对吧 它这边有个Master 所以当你的Request进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Request的全部都是送给这个Master 然后Master来决定 我把这个任务分配给哪一个Worker 或者是说我来找到你想查询的数据 然后我在这个Worker上面去进行计算 对吧 那是这样子的 那就相当于是你是一个老板 然后你手下有很多很多员工 那你每个员工呢 都独立的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当你有一个新的任务来的时候 你会交给相对应的这个员工去做 那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Cluster Computing 但是这个呢 你可以看见这个这幅图里头呢 它没有一个相互合作的一个关系 你看不出来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 对吧 那每一个Worker都是一个相当于是相对独立的 只不过我把一个任务 拆分成很多个独立的一个工作去做 那比如说这个有什么样的实用场景呢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过去一年是Covid-19 对吧 那有很多很多人失业 那个政府在那发钱 又印钱又发钱 那我想去领钱 那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资格去拿这个 去拿政府发的这个钱 对吗 那可能你高收入的 或者是你不满足某些条件的 你可能就拿不到 好 那我去做申请 那你想美国可能有几千万人去做申请 那我要来判 我都要针对于每一个人 我要来 我要针对于每一个人 这个来去evaluate 你是不是有资格去领这个钱 那就相当于是说 我会定一套规则 这套规则就是来判断 每个人是不是有没有资格去拿这个钱 那我就 我这套规则 然后呢 美国比如说有1亿个人去申请 那我就把这1亿个人 拆分到每一个worker里面去 我就把这1亿个人 拆分到每一个worker里面去 然后呢 然后这个 每一台机器 这个比如说这台机器上面 有一百万人 那我就来针对于这一百万个人 每一个人我来evaluate 他有没有资格去拿这个钱 对吗 那就是这边处理一百万个 这边处理一百万个 这边处理一百万个 那每一台机器上面处理一百万个 但是你这个人和人之间 他不需要有任何的交互 对吧 人和人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的交互 所以这台机器和这台机器中间 他就不需要有这种 协同合作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分布式计算的一种模型 那其实最最常用的分布式计算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就是这种MapReduce的一种计算方式 那我需要有数据的交互了 我需要有这种协同合作的关系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亚马逊的一些销售记录 你是存储在不同的机器上 那你怎么样保证 你没有办法 你首先没有办法保证 你这台机器上全部放的是家电类的 你这台机器上放的全部都是服装类的 这台机器上放的全部都是电子产品 比如说是电子产品类的 对吧 你不可能保证的 就算你保证好 这台机器上全部都是家电 这台机器上全部都是服装 那我把我的问题换一下 我想知道一月份销售记录是多少 二月份销售记录是多少 每一个月的销售记录是多少 那你这个时候 你刚才那种存储方式 你就又不可以了 又不行了 因为你这边加电的 你是一到十二月的加电 你放在这一台机器上 一到十二月份的服装 放在这一台机器上 我现在的查询变成了 我要按照时间来查询 那你又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有大量的shuffling的过程 你要把数据 在资源机网络中间 进行一个重新的shuffle 对吧 那这个就是 MapReduce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它会根据你的一个Map 相当于一个key value pair 它会根据你的一个key value pair 来决定我的这个数据 要shuffle到哪个cluster上面 我要拿保证 你的这个cluster上面的数据 是同一类的 对吧 就相当于是说 我刚才是家电类的 我现在要按照月份 这个时间来进行shuffle 那我就会把所有的 一月份的数据 全部送到一台机器上面 去进行一些处理 那这个就是一个Map 它是根据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根据一个key value pair 来进行一个shuffling的 好 shuffling完了之后 我的每一台机器上面 会得到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解 对吗 得到一个局部解 那最后这个局部的解 有可能会送到一个master上面去 送到一个master上面去 然后最后去做一个 aggregation的动作 所以它会首先是有 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会在这个计算机网络中间 进行一个shuffle的过程 然后最后当你shuffle完之后 它会交给一个master 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去处理 可能要做一个aggregation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map reduce 那提到map reduce 其实Spark的基本原理 也是和map reduce 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当我们讲Spark的时候 肯定是绕不过 要去讲hadoop和去讲这个map reduce 那map reduce呢 它属于一种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它是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它是一个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那有很多的计算机语言 是提供这个map reduce的这个library 的核心的library 比如说java有 比如说python有 对吧 有很多很多语言 也是提供scala也有 那它是一个执行的一个framework 它是用来做这个海量数据计算的 那实际上这一块呢 作为开发者而言 作为开发者而言 它实际上 它提供了一种 对大数据处理的 这么一个运行计算的一个框架 那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数据啊 在一些小型的商业机器上去进行跑 甚至是家用机器上进行去 去进行计算 所以它的成本相对而言要低很多 那你主 你作为开发者呢 你需要是focus在 你的业务逻辑处理上面 比如说你的数据 如何去进行shuffle 你的数据是如何去进行 这个aggregation 你的主要的这个经历 全部都是放在这些上面 那其他一些和分布式相关的东西 包括你如何进行分布式计算 你如何去进行容错 你如何是分布式存储 以及load balancing 这些东西好 非常好 作为开发者来说 我们都不需要去考虑 为什么 Hadoop的这套framework 已经帮你设计好了 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去考虑 你不需要去考虑 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 比如说它断线了 或者它这台机器 它停电了 死机了 那你本来这台机器上的这些数据 会不会丢失 你本来这台机器上面 现在在运行的那些job 会不会丢失 对吗 会不会对你的最终影响 最终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去考虑 因为Hadoop已经帮你提供了这种容错的 这种分布式的 这种load balancing的一些机制 所以作为最终的开发者来说 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些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精力 focus在这个业务逻辑上面 那当然了 你要想去学习Hadoop 那这些东西的原理 你还是需要稍微知道一些的 尤其是对面试的时候 我可能会来问你 这个Hadoop是如何进行容错的 它是如何进行data的distribution 那可能会被问到 那你需要去准备 但是作为开发者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东西 那讲到map reduce 它实际上是有两步 最重要的 它实际上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叫做map的步骤 第二步骤是叫做reduce的步骤 那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最最简单的这种word count的 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亚马逊的那个例子 它也属于word count 对吧 我想知道它的哪个产品销售的最好 那也就相当于 我把我每一条记录加起来 第一个是卖了一件衣服 那第二个是卖了一条一个家电 第三个是卖了一个这个什么运动器材 那你相当于也是要去做一个累加的过程 然后再把所有的商品 所有的商品卖了多少次 把它累加起来 然后在这中间找出被卖的最好的100件商品 对吧 那它也实际上也相当于是一个word count 包括刚才我想知道1月份的销售记录 2月份的销售记录 它也属于一个word count 就是这种技术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word count 或者是这种技术类的 这一类型的问题的一个 在map reduce里面的一个架构 其实Spark我们刚才也说了 也是基于这个架构 也是基于这个架构 所以你可以看见 首先这个data 我们可以理解成 我这边是个input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input 是一个分布式存储的 分布式存储的 那我简化一下 我这一行 第一行 第一行 它是存在一台机器上 第二行存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第三行是存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也就是说 这是我所有的data 但是我的data是分布式存储的 这是第一台机器 第二台机器 第三台机器 这个数据是分布式存储的 然后呢 因为我要开始技术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说 我对于这一台机器上面的 这个数字啊 我要开始进行一个技术 对吗 我这个dear出现了一次 我的bear出现了一次 我的river出现了一次 所以我要对我自己 这台机器上面的这些数据 先进行一个技术 那这边也是car出现了一次 car出现了一次 river出现了一次 那这是第二个 那这边dear出现一次 car出现一次 bear出现一次 对吗 我会把这边全部都计算出来 那有的同学会问了 那这边为什么不car出现两次呢 而是car出现一次 car出现一次 我要写两遍呢 而不是说car出现两次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 不会cover太多 那实际上在mapreduce里面 还有步骤 那还有的是步骤 是叫做combine的一个步骤 那它最后会把这两个东西 给combine起来 对 它其实 其实mapreduce是两个最重要的步骤 是在这个分布式计算里面 两个最重要的步骤 一个是map 一个是reduce 那其中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步骤 包括splitting的步骤 包括shuffling的步骤 包括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combine的步骤 那这个是 最后还有一个sought的步骤 排序的一个步骤 所以最重要的两个步骤 是map和reduce 它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步骤 那这个东西呢 它会在其他的步骤里头 进行一个操作 好 那当我把这一台机器上面 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计算完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做一个shuffling了 我就要开始做一个shuffling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这个dear 所有的dear 全部都送到一台机器上面去 你可以看见 它会把所有的dear 全部送到一台机器上 那这个dear 你可以看见 那这一条线送到这台机器上 那这边也有一个dear 那我就会把这个dear 也送到这台机器上 那相同的道理 我的这个car 我的这个car 也会送到一台机器上 也就是说 它会按照关键字 它会按照关键字 在这个例子里头 关键字是什么 那就是我的word count的 这个keyword 它会按照关键字 来对它进行一个分区 那实际上 这个分区就是一个map的过程 这个map的过程 就它的分区方式 类似于 hash table里面的hash方法 它是类似于hash方法 那如果同学们 对数据结构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想想看 hash方法里面 它是如何去进行一个分区的 那这边的分区方式 跟hash方法里头的分区方式 是一样的 那进行分区 分完区之后 它就开始做reducing了 它需要把这一个 你看 这个分区实际上 你可以把它叫做分区也好 把它叫做suffering也好 那这一块 它实际上是在计算机网络中间 是有大量的数据传输的 它是在这里头 是有很多很多的数据传输的 分完区之后 我在这一台机器上 我就可以去做一个reducing的操作了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结果机 那这个bear出现了两次 car出现了三次 deer出现了三次 然后最后最后 在map reduce里头 它会把所有的结果 综合到一台机器上面 综合到一台机器上面 并且进行一个排序 你可以看见 我这边的这个keyword 是进行一个排序的 那这个呢 是map reduce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 那我们在分布式系统里头 其实最重要的步骤是哪一步 其实最最重要的步骤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间 其实最重要的步骤是哪一步 我的这个 其实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在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你大概可以猜想一下 哪一步骤 所花的时间会最长 哪个步骤 所花的时间会最长 那这个就是我们工作中间的重点 实际上 这块 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一块 第一个 你的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大 对吗 第二个 你的机器也很多 我如何去做一个shuffling 这一块 我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优化 对吗 我shuffling的过程 或者是说 我分区的方式 如果不一样的话 我在计算机中间 传输的数据量 有可能不一样 那你在计算机网络中间 传输的数据越少 它可能 它的速度 肯定就会越快 对吗 那对于map reduce来说 它的每一步 它都会有一个中间结果 它会存在硬盘上 那这块是不能避免的 这块是不能避免的 那对于spark来说 它这些呢 它全部都是在memory里面 所有东西都在memory里面 那这块速度 它是会非常非常快 但是你最后在 计算机网络中间 shuffling的数据量 就最终决定了 你这个程序的一个 这个performance 那这一块 不管是在map reduce里面 还是在spark里面 这个这一块 都是一个优化 或者是叫做tuning optimizing 或者是tuning 这一块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学问的 一个一块 好 那这个是map reduce的一个word count的example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了spark的example和这个是类似的 那我们来看看map reduce的code 那这个是我自己机器上写的一段code 那这是map reduce的code 那map reduce 那当然了 我这块还没有全部写完了 上面是有一个class的definition 下面有一个 一个main函数的一个程序的一个入口 对吗 那但是最重要的程序大概是这两端 你可以觉得程序好像并不是特别长吗 从20到50大概30号程序的样子 好像并不是特别长 你可以这么说吧 大概不是特别长 那这里头有一个mapper 这个就是一个mapper 这边有个reducer 相当于对应着map的步骤和这个reduce的步骤 你可以觉得好像不是特别长 那我这边也做了一个实验 我这边我自己机器上呢 有个两个g的一个文件 两个g的文件 还是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大 但也不小了 两个g的文件 那这两个g的文件呢 一共有接近700万条数据 700万条数据 那我来做这个word count的时候 我大概需要三分钟 三分十一秒钟的样子 对吧 那我实际上是在这个 Data Application Lab 他们的这个服务器上面跑的 他们会提供的 他们会提供一个cluster的一个 一个一个机群 所以我在他们机器上跑的 大概是两个gb的文件 大概700万条数据 大概需要三分钟 这个是mapperduce 那你再来看看 Spark Code 那这个就是pySpark 那刚才有同学问 Spark和pySpark 那这个就是pySpark 因为是Python的程序 这个是Python的程序 那它的原理呢 是和这个 这个Spark是相同的 那你也可以看见 这里头的一些关键字嘛 你可以看见这个是Python 那我今天当然不会说太多的 和这个程序相关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头的关键字嘛 我这边有一个map嘛 我这边有个reduce嘛 所以它的原理也是和mapreduce相同的 包括这个里头 如果你来一行程序 一行程序的分析的话 这里头的这个 这个里头的这个 业务逻辑啊 和那个jama里头的 那个mapreduce的业务逻辑啊 是非常类似的 是非常类似的 那包括这边我是map 如何去做map 这块如何去做reduce 最后我如何去排序 对吗 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边你可以看见 我也是这个两个gb的文件 一模一样的文件 我这边处理大概是在一分钟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不是讲会快一百倍吗 你今天由三分钟变成一分钟 根本就没有一百倍 那第一个呢 我就数据量不是特别大 两个gb的文件 对于对于一个机群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都不算什么事 都一个很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的机群呢 也是有限的 并不是说我有几百台机器 那机器大概就两台到四台吧 就看他们的 看他们会开几台机器 会会public出来几台机器 两台到四台 那另外一个呢 不管是这个Spark 还是这个MapReduce 它都会有一个overhead的time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一个分布式存储 那就比如说 你老板要来做一个大项目 要来做一个大项目 那你刚开始做项目之前 不是说 我马上就把项目分配给每个人 然后每个人就 什么事情 前期准备工作都不做 就直接去做了 肯定不是这样子 那前期肯定要开会嘛 大家开好多好多会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项目 我们如何去分配资源 然后好你去做这块 你去做这块 大家分配好资源 然后大家在这个时候 再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overhead的time 那么你自己机器 你低头一个人苦干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分布式的时候 这种overhead 或者是这种资源调配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当你这种数据量的时候 你这个Spark和MapReduce 你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你如果是说 我这边是两个TB的数据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区别了 那这边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例子 OK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入门介绍的事的东西了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Spark可以做些什么 Spark它的一些原理特性 以及它可以做些什么 那Spark你可以看见 我们刚才的Spark和MapReduce的程序 是非常类似的 那Spark它在design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philosophy 那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要speed 它MapReduce当初上线了之后 人家最抱怨最多的可能就是还是speed 因为它有很多的IO操作 那这边speed 那就是说我开始用memory来替代银盘 对吗 用memory来替代银盘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内存中间去进行计算 然后另外一个呢 它采用的是一种DAG Directed Acycally 这个graph的一种计算方式 对吗 就limited的这个diskIO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它是easy of use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过 那它的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数据 抽象数据结构 是叫做RDD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 那它提供了一套API 你可以去处理这个RDD 那在RDD基础之上 它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尤其是schema的这些数据 你可以把它转化成DataFrame 可以把它转化成DataSets 那至于在pySpark里头呢 它只有DataFrames 它没有DataSets 那这个DataFrame 那你这边的DataFrames 和你如果同学们 用这个Python处理过数据的话 那都知道Python里面有这个Pandas 那这个里头的数据 DataFrame和Pandas的DataFrame 实际上是非常 你看上去是非常像的 非常像 而且包括有很多方法 都是一样的处理 对吧 你在这个DataFrame上面 你要去做什么groupby的操作 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你都可以用PandasDataFrame 那你同时 你的这个API上面都比较 我不是说一样 我只是说看上去比较像 但它们的基本原理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Pandas的DataFrame 是你单击的 你这个PySpark里面DataFrame 它是分布式系统的 对吧 那你这种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 但是你可以看见 它这个时候 在设计的时候 它就考虑到和一些 非常popular的framework 像Pandas 或者是Nompy 这种东西 它已经开始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降低 你的这个门槛 学习的门槛 对吧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比较容易去使用 那你在处理这个RDD 和DataFrame的时候 它的API 也基本上是类似的 有很多东西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不管是处理 这个RAW的IDD 还是说你去处理DataFrame 甚至以后还有这种 Spark SQL Spark SQL 那它的这种处理方式 也都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它提供了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API 然后不管你是处理RDD也好 DataFrame也好 还是其他的数据结构也好 它都可以去使用它这一套 共用的API 所以它是easy of use 然后第三个就是module 那不管是scalar 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module 它不光是说处理这些 不同DataFrame的API 很相同 很相似 它在scalar里面 Java里面 Python里面 甚至是这个PySpark Spark SQL里面 或者是这个Spark R里面 这些东西 它的API都是类似的 都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你如果说你会了 把Spark 你想去转Scalar 或者想去转R 都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的API都是相类似的 都是比较容易的 OK 那最后一个呢 它就是说可扩展性 可扩展性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它的可扩展性 它的底层是这个数据存储 那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存储 对吧 你可以使用Hadoop 你可以使用HBase 你可以使用Hive 等等等等都可以 对吧 你甚至可以用这个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都可以 然后呢 它提供的两个DataFrame的方式 一种是Reader 一个是Writer 那它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 对吧 它不光是处理的这种平台 可以多种多样 另外一个 它处理的数据类型 可以是多种多样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 一个Design方面的一个考虑吧 OK 我这是最后一样 OK 那下面还有一些东西呢 我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那就是一些Spark 那边一些Architecture的 那主要就是说 大概讲一下吧 它是有一个Master Master Node的 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Worker 就相当于这个人是一个Manager 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下面的员工 对吧 那这下面呢 它会有一个这个Resource Management 那相当于这个Resource Management 这个Freemork呢 会来告诉你的这个Master 来如何去分配你的工作 然后你这个工作 分配完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资源调度 以及资源监控的这么一个机制 然后来 所有的每一个Worker 都会来和这个Manager 进行一个沟通 对吧 那你当然前期呢 会有一个Driver 那你的Client会Send一个Request 给你的Driver 然后Driver告诉你的Master 然后再进行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调度 OK 那这个 由于时间关系了 那我就大概讲一下 那我们这个Data Application Lab呢 它也提供了这个Spark的一个学习的平台 对吧 那你可以看见 那这个就是我 我登录到这个Data Application Lab的这个Cluster上面 我可以去进行的 那它有各种各样的Spark的Environment 那最简单的Environment呢 就是说这种Shell 你可以通过这个PySpark的Shell 你就进去之后 你打住PySpark 你就可以去进行编程了 那这个是一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还有一种方式 可能没写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这应该有吧 我这 看一下 OK 我这是有的 那对 我这边已经是连上了 那第一种方式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打这个PySpark 我就可以到这个Spark里面的这个Famework里头了 我可以在这里头去编写程序 那它是一种Share的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写一个 你可以去写一个这个Python Code 你可以写一个这样的Python Code 比如说我这边写了一个Python Code 然后呢 这个Python Code 我可以直接去运行它 那它当然了 它的运行方式和普通的Python Code 运行方式 就是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进来了 比如说A等于3 B等于8 然后A等于7 然后A加B等于几 A加B等于10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当然了 我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Python了 你也可以去 在这里头去写一些 你当然是可以在这里头去写一些 Spark的分布式的一些运行计算了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那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我写一个Python的程序 写完Python程序 我可以去在我们这个Cluster上面去进行运行 但是你的运行方式和普通的Python的运行方式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我现在正在退出了 现在退出 退不出来 这边退出的稍微有一些慢 这边退出 本来有两种运行方式了 那这个是Spark的Environment 那最后呢 如果你要想学习Spark的话 那我们这边会建议 建议就是说 首先就学习一些简单的这种东西 就是RDD Resilient Dataset 然后之后呢 你可能会需要去对这个DataFrame的API稍微进行一些熟悉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Spark的SQL 如果说你的工作中间需要一些streaming的东西呢 你可以去学习这个Spark的streaming 那甚至是卡夫卡 对吧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在Spark里头最重要的一块呢 就是这个Optimizing和这个Tuning的 这一块的东西是比较 是比较多的 也是会花很多很多时间的 那最后 如果你说你工作中间会接触到machine learning的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去学习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library 那大概是这些 对 那这个是我的最后一个slides 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一个Spark的一个入门课吧 这个是Spark的一个入门课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在视频下方点赞 留言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不错过更多精彩课程 关注我们各大平台账号 阅读海量数据科学相关文章 获得内推机会 实时追踪求职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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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